沙灘上插滿密密麻麻的遮陽傘 巴西熱浪來襲 民眾紛紛湧入海中消暑 因為氣象部門說 這波熱浪已創下新紀錄 里約18號體感溫度高達攝氏62.3度 創下10年來最高 最高溫的瓜拉第八街區 民眾在社區空地 半裸只穿泳褲淋浴 試圖讓身體涼爽一點 還有大量民眾擠抱游泳池 一整天都泡在水裡 因為開冷氣實在太貴 同樣遭熱浪清洗的還有南蘇丹 一整個班級的學生擠在涼亭下乘涼 沒搶到位子的人 被烈日曬到爆頭低汗 南蘇丹長達兩周的極端熱浪來襲 預估氣溫將飆升至涉氏45度 18號緊急關閉國內所有學校 讓學童待在家中避暑 科學家也示警 熱浪致死的可能性非常高 地球暖化加聲音現象讓全球各地都出現極端天氣 哥倫比亞日前遭洪水清洗 水深淹到半個房屋高 民眾又掃把水桶試圖上後 卻無法將積水排出 當地媒體報導指出 核酸氾濫已經影響哥倫比亞西北部9000多人 其中3人死亡5人受傷 還有30多間房屋受損 25萬隻家禽遭洪水沖走 目前當局已派出救難隊 前往災區展開救援行動 東日新聞國際中心綜合報導